总结,今天第一个我们就是把BMI这个练习 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一样会有一个format 除了用run之外,其实有用到format format的使用方法一定是一个字串 加上点format是什么 就把后面的变数丢到大瓜谷里面 当然大瓜谷里面是可以空下来没东西 如果你要做一些其他的格式 你可以参考这边去做练习 可以做非常多的变化 另外这边还会多加什么呢 就是拖曳资源 比如说你要加双引号 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 还有加什么,加换航 最后的话如果要把换航 就是printer的换航拿掉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end等于空 这个可能固定的规则 将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也会常常遇到 所以请各位把这些都要做熟悉 其他的话就是说做多重逻辑判断 这个可能也要熟练他 因为将来这些东西会跟回圈做搭配 所以如果你回圈跟逻辑 这些都没有熟练的话 两个要串在一起 哇,那会是一个大灾难 为什么?因为里面太复杂 只要错一个地方 你跑出来 结果就不会是你想要看到的 OK 那这来的话 今天又更上一层楼 讲到所谓的回圈的相关的叙述 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做了for回圈的练习 最关键的话就是加种 加种里面用到一个range 这个range的话就是一个范围 那我们就把它做加种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 激素的加种 里面会多讲一个break跟continue 这个可能用到机会不多 但是可能还是要熟练他 那其他的话要求者成法表 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 就是用一般的串接 一个是把它用什么? 用format的方法 我想这个方法是还蛮OK的 应该少到最简单的方法 应该没有比这个还更精简的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 利用什么for回圈输出三角形 我们有个乘以乘号的简单的方法 其他再来就是说 下一次上课我们会再来讲到有关快回圈 所以回去的话也许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预习一下快回圈 那快回圈实际上跟for回圈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哪三个地方?第一个初始值 在for回圈里面不用加 你用range里面就可以 第二个逻辑 后面就放一个你要当他进入回圈的逻辑是什么 然后后面的话累加值 这个要自己写 所以这三个是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如果这三个你把它做修改 for回圈也可以改成快回圈 相反的如果你要把快回圈改写 for回圈就把这三个 把它放在for回圈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行再练习一下 其他还像九指尘八表 也可以利用什么? 用快回圈再做出结果 你会发现这个黄色的字就是你把它修改一下 其实结果也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再来的话就是说后面下一个礼拜 我们话已经讲完之后的话 会再讲直数判断 我应该知道直数的定义吧 就是除了1和字极以外 中间这个range不能被其他值给整除 所以我今天假设希望写一个练习以后 输入一个整数 然后告诉我这个数字是不是一个直数的话 怎么写 当然写法当然蛮多 你也许可以想想看 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制定函数 VBA其实也可以写得出来 底下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回去可以自己试试看 再来的话就是讲到有关猜数字的游戏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假如对程式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做做练习 这个要怎么写 如果今天输入input 然后它会random 这里的话可能会要多学一个 就是如何random 自动产生一个乱数的话 你可以用random imput一个random 用random range 那刮斧后面就是从1帮我产生到20 也要20 random range 其实跟random range有点像 只是说乱数产生了 random range是有序的 random range是无序的 它是帮我在这里面1到20之间取一个词 存到哪里呢 存到这个RND里面 然后让人家去猜 最底下的话 让它猜 猜对的话才能离开 画有1的话 画有回圈 1的话在这里其实就true了 那画有true一定会进去的意思 所以意思是说反正你一定要进到回圈 除非什么你答对 答对会配有一个break 所以画有1会配有一个break 就是意思说当他答对了才能离开这个回圈 那回去有时间的话呢 请各位再多多练习 画面先防止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我大概也是一样 有把影片录下 如果你对今天课程 假设有比较听不懂的部分 请各位回去 再把你比较不清楚的部分 再反复听过 OK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